Dario 你已經游泳了很多年了 其實你覺得游泳是怎樣去幫助你呢? 我比較幸運因為我媽媽很小已經逼我們游泳 因為當時可能那個教練就覺得我有點潛質 就變了很快就開始去了訓練 訓練的時候你知道游泳就是會訓練到你的discipline 訓練到你的determination和dedication 這方面我覺得是對一個游泳運動員最大的貢獻 其實你覺得Splash的願景 每個人都應該有個機會去學游泳 你覺得為什麼這樣對你或者對香港那麼重要呢?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就讀到中三 就在一個本地的學校 Roman 你也知道 因為香港的學校很多時候不太主宰運動 當我去了美國讀書的時候 才發現運動對一個人的個性培養和成長是很重要 香港有這樣的條件 有這麼多海洋 有這麼多游泳池 所以我覺得游泳是一個很值得去推動的一個運動